來 樓梯 蔡明和 有沒有人願望你 有沒有人願望你 蔡明和 有人玩弄 蔡明和 有沒有人願望你 有沒有人願望你 號稱金山王的 前新北市金山分局 重光鎖所長蔡明和 被壓進看守所 看到鏡頭還一度不肯下車 用外套遮掩 模樣相當狼狽 就是這塊土地 當時業者將銀劍用廢土 傾倒在未經許可的農地上 方便地主整地 蔡明和以每輛砂石車 三百到五百的價碼 要求業者和地主支付現金 蔡明和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和九月 分別收費三萬 十萬 十萬 十五萬 九萬元匯款 事後又向地主表示 工地位按照約定施工 獅子大開口要求再拿九萬元 總金額達四十六萬 其餘五名涉案人 全都坦承犯刑 還把矛頭指向收錢的警察 但這名所長堅持不透露實情 遭起訴 從重量刑 103年5月間到12月間 多次向廢土業者收受 每車三百元到五百元的賄賂 容讓業者在農地裡面丟棄廢土 全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 於今天提起公訴 檢察官並認為被告蔡明和 犯後態度不佳 請求法院從重量刑 警察大會指出 蔡明和居然還要求業者和里長 把惠金帶至派出所 作風誇張大膽 而檢方也以貪污罪條例 將蔡明和起訴 記者朱丁龍 宋喬一 基隆報導